有些很多小技巧 因为有时候没有皮屑 肯定还有油脂 怎么办 我是用了 带了一双手套 就是那种白手套 然后呢 我把我的那个化妆油 涂在上面 抹上去 它有这样一个 把上面的表面的 这样一些油渍 清洗干净 就是给席子卸个妆 你的意思 是 我给它卸个妆 卸完妆之后呢 然后我再用一个温水 轻轻地抹一下 我会发现我的这个盆洗啊 非常的耐用 并且很光滑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 下来感觉说 它可以用 使用手命很长的原因之一 就是说 我会先把表面 打理得很好 但是不能用化妆水 要化妆油 是 就要给它再吃点油 对 卸妆油 对不起 是卸妆油 对对对 其实你要想 我们所有的油脂是在哪里 其实是在我们的上半身 下半身还可以的 还有腾洗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记得 就是 要反方向 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是 用了这一面 隔个一个月 我们缓个方向 不然就会发现 它的两极分化很严重 磨损程度会不一样 要交换这方向用 就像床垫一样的 是 就是说你 就是头睡的地方 跟脚睡的地方 一段时间之后 你得把它转过来 对吧 换个方向来使用 这样均匀一点 均匀一点 并且呢就是说 它的耐磨程度和使用寿命会增加 是 其实说起这个藤席啊 我要吐个槽来 我爷爷啊 老谭同学 他有一条藤席 就估计原来是这个颜色 现在已经不是了 怎么说 现在这个颜色 就跟旁边那一条 这个东西差不多 发红的 就用到已经 我觉得已经 这条席子被它盘出来了 我劝它扔掉 它也不肯 但东东这么说 我觉得我家的席子 藤席 好像也有色差 就是你睡的比较多的 经常利用的 好像就会颜色偏深一点 像这个应该不卫生 要扔掉了吧 这要换了吗 处理的吧 对 就是看到这样的良心 我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 凉席越好 不管是藤席 还是我们的竹席 它泛红啊 就说明它的凉度 会更加的什么 透彻 对 就越泛红 就越清凉 所以说老人 他舍不得扔掉 就很舒服啊 对不对 一睡上去就感觉 哇 太冰凉了 太舒适了 也就是说 这个反而保养得好 才会这个样 是 这条席子 真的是盘出来了 是 所以老谭同学的 那条藤席是宝贝 不能扔掉的 是宝贝 回去就把它偷走 只要保存得当 藤席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而且越用越凉 啊 是宝贝 是宝贝 那原则是宝贝 帅 是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先透气 先清洗它是需要的 那针对这样像我们织物类的这样一个凉洗 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清洁的 但是清洁没必要说那么频繁 没那么频繁 因为频繁之后 其实它反而是对表皮一种损伤 损伤之后它就没有功能了 它没有凉这种功能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们洗这样一个织物类的凉洗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个就是我们的洗衣罩 洗衣袋那个罩 把它装起来再洗 这样的话对我们保护这样一个织物类的凉洗 是非常有好处的 并且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变形程度会大大的缩小 就可以防止它在洗的过程中搅在一起 就把它原来的那个纤维破坏掉 是 如果你担心它洗不干净的话 给你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把它包起来之后 在里面再丢一条毛巾进去 增加它的这样一个 就是就是搅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然后就是频率之后 就不洗得很干净了 以后可以试试看 所以不光是洗这种冰丝凉洗 那如果洗一些床上用品啊 沙发垫啊什么的 如果担心洗不干净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一般情况下洗枕头是要加一个的 可以激洗的被子是要加一条毛巾进去的 就是增加它的滚动这样一个频率的一个 就是让里面的脏污可以滚动出来 是 这样 对 就让它们可以在洗衣机里面一起翻滚吧 对 是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像这样的一些 就是像织物类的粮洗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较贴肤 对对对 第二呢 它比较轻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很多时候它有防满虫这个功能 稀态性很强 对对 冰丝洗可水洗 但也不能太频繁哦 一般一个月清洗一次即可 对就是需要的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实话我也第一次感受 但是我们捏在手里都不自觉地在捏它 为什么呢 挺软的 对 因为它就是还挺柔软的 那这个其实就跟床垫好像就差不多意思 薄的床垫 是吧 那我们假设在家里把这个乳胶袭铺铺一下 我们让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来 让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说是坐在上面的话 睡在上面的话 东东你试一下 你这个是在试床的弹性是吗 可以 感受怎么样 可以 好了 你起来 我不太相信你的体验 舒服的 不太相信你的体验结果 挺凉快 这位同学 你的试验时间到了 来 我们让那个 我们来非常有生活经验的杰妮同学 你来试试看 你觉得这个跟你的那个冰丝良息比 你感受一下 你摸也可以 我就站在这里上 对 都可以 可以躺上去试试 这感觉像棉的 像这样的乳胶良息 是不是比较适合空调法 是 比较适合这样的空调法 就是我们看到 看到这样一个薄薄的这样一个 就是天然乳 叫这样一个良息 其实它是有很大 乾坤在里面的 你别看它薄 它其实有三层来构成的 我们为什么它叫它良息 是因为它表面有一个 凉面的布料 明白 有种布料 这样布料在上面 它是一个布料 第二层才是我们内心 才是我们这个乳胶 乳胶 然后到后面你看 它有一个增加 我们摩擦的一个底料 它是由这三个来构成的 它这样做才是说 起到了我们在空调房里面 就是休息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亲肤排汗 并且舒适的感觉在里面 它不是单纯的说 我只要有一个面 或者是有一个 就是心就够了 它其实是还有增加这样的摩擦 是放在我们床垫上 增加它的透气性摩擦性的 是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很多退休的同学 相对年纪大的人 体温相对可能会偏低一些 是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 空调开得很冷 是 然后鞋子用得很冰很凉 是 一睡觉的时候 就是有点呱呱抖 对吧 冷的 所以像这种就是相对来讲 体感是舒服一些的 很舒服的 对 比如说老人 小孩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 然后比如说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 他就是一年四季出汗 比较厉害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 这个可以长年铺在上面 都没关系 不仅限于说是在夏天 对 我感觉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 对 可以直接铺在地板上面 是 而且踩的感受肯定也很好 对 软软的 它就更像一个薄的床垫 对 乳胶席可以激洗 阴凉处风干即可 那同学们 我们下个课再见了 拜拜 你是否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抛弃凉席 我觉得竹子里面会有疯 不舒服 不是硬硬的 太凉了 凉席究竟如何保养 更加长寿 我会用洗脊肌 洗脊肌不是去油吗 人肯定有油的呀 一个礼拜洗一次 然后用完以后 每天动过去 都要擦一次 一条用到发红 不舍得扔的凉席 却受到老师的褒奖 看到这样的凉席 我觉得很开心 这真的是盘出来了 是 还有各式凉席挑花眼 今天的课就教你 如何使用凉席更健康